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現在時間是12月1號 那還沒到換日線啦,所以還沒有更新 那先來看一下更新吧,還有蝴蝶的那個攻略 一樣是微博上的資訊 好 這個是 限定卡詞嘛,九天染月 就風鈴生子風跟鷹無血 那六點維護公告 維修啦 60分鐘 好,就這三隻嘛 那有將九龍塔那個buff 刪除命運跟癒合,這比較好吧,命運跟癒合敵人就一直回血,根本打不死 甲龍真寵 這活動關卡怕太難是不是,太難過不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好,那另外一個是這個蝴蝶 的魂石技能搭配吧 五點我有啦 這幾天有稍微玩一下,還蠻好用的,真的蠻好用的 就,但是就是要養起來,不養起來的話,法攻比較低 傷害就比較低這樣,他是有傷害的奶媽 好,有興趣的就來看一下吧 呃,五內的話我也是建議說上下路至少先點到40啦 那我沒有,我就把上路點滿,其實想一想應該是先上路40就好了 技能比較重要 我這兩個技能,還有這個技能 這三個技能要拿起來 好,有興趣的再來看一下吧,這些視頻啊 還有他的魂石 OK,那回來我們遊戲畫面吧 那今天就是要來玩龜珍的7-4,7-5,7-6 那我剛才已經打完了 好,靈魂石一個 拿起來 哇,卡了一下 落斧的話有時候會這樣啦 偶爾啦,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以前剛開斧前一兩個月超卡 現在偶爾吧 這個卡死了,我暫停一下吧 好,已經拿到了 這個是分享的 好,那直接來吧,直接來吧 先打,打完之後我再來把我的那個 呃,主角三人升到六星 已經可以升六星了啦,因為我今天把那個困難的12張打完 然後十字戲我有打了一下 這個神魔之尊傳第二章我會打了一下,因為 你這邊必須打完之後才可以拿到那個主角三人的那個神兵畫真的那個 製作武器的那個 圖子啊,那個道具 那這邊分別是伊伊嘛,然後 那個 呃,魚蜥,然後還有那個玉池良 這個是第二章的神魔之尊傳 好,來吧 我們準備要來打這個 呃 幽城幻見論第七章的七之四,七之五,七之六 打完再來0 好,那就來吧 嗯,七之六比較複雜一點 七之六比較複雜,七之四,七之五應該還好 這邊都是有一些機關啦,一定只能照做啊 這邊都是有一些機關啦,一定只能照做啊 傳送門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一隻 這個陣法齁,要把它切斷,不然你是打不動這一隻的 這一隻妄幻 有我不行 我們先 先這樣 不然他會護衛嘛,他有一個攻擊順序 這樣應該可以打死,普攻應該是打不死啊 對啊,普攻應該是打不死 呃,我想一下喔 風雷斬把他轟過去吧 我們先踩這個讓他降低吧 好,他的體力就會消弱 那我們這個就可以打他 打不動啦打不動 但是你還是要打 他就流失嘛,打他就會流失啊 應該是這樣啦 這邊要燒了,這邊要燒了 他走得過來嗎?他走不過來嗎?我們往前走好了 哇,我最後一個再動喔 好爛喔 好,把他打過去,繼續打 讓他力量流失 這裏有東西耶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什麼東西 喔,這個是那個啦,以前劇情的那個 刻盤碎片 OK,那這裡的話 狂打 來吧 來吧 等一下,他那個受傷會越來越一直流失,我們就要一直打 反正最後一回合他會被燒死,這關應該是三回合啦 第三回合他就被燒死了 好,不管他打誰,我們反正打他,他就被燒死了 好,不管他打誰,我們反正打他,他就被燒死了 這關大概就這樣吧 打我們夏侯儀喔 哎呀,不能打夏侯儀,那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誰啊 木龍玄機要站這一個 不要讓他打夏侯儀 反正就多試幾次,你就會了吧 好,這樣應該可以吧 打冰璃應該OK啦 打冰璃也可以啊 因為這個木龍玄機他有時候會隨機啊 傳送會隨機 反正我有個回擊啊 好,這樣就過了 OK,反正可以陣亡兩個人嘛,所以還好啦 就算你死掉也沒差 反正能過就好,你大概只會玩一次嘛,過就不會再玩 再玩你也忘記怎麼玩 好,75準備來吧 75應該蠻簡單的 應該啦,我看一下 來,跳過跳過,因為我剛剛都是打一場而已啊 OK 呃,一樣是 三回合,但是好像不到三回合就把他幹掉,好像不到三回合就把他幹掉 我隨便玩了喔,我也不知道喔 反正這關好像隨便打都沒差耶 我印象中這關隨便打都沒差啊 你要冰璃連長就冰璃連長,好像也沒差啊 我們就燒下去啊 這關很簡單啊,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我們再動一下就好了 然後直接衝進來放大招 很簡單吧 才一回合而已 呦,這隻還沒死啊 等一下應該會被燒死 好,這回合應該就結束了啦 再打一下就死了 好,沒事沒事 我沒事太好看了 呃,這關要求是三回合,但是好像兩回合就過了齁 他沒血了啦 好,這關很簡單 大概兩分鐘吧,你就過了 隨便打應該都能過了 因為他說要三回合嘛,但是我們兩回合就過了 不能讓他放出那個弱雷啊 換雷是不是 好 好 7-6,準備來吧 這一關比較複雜啊,因為這一關其實是在踩機關,他不是在打怪 就是還是要踩機關啦,踩機關你就要注意怎麼踩 原理的話啊就照抄吧,照看吧 不用管原理耶 反正他有他的遊戲規則啦,我們就是要踩地板就對了,然後造成他傷害,你根本就沒辦法打這個BOSS 他有 講述那個規則 簡單說我們就是要踩在我們符合我們這個非兵系啊,非雷系啊,你要踩好 你沒有踩好啊 你沒有踩好你就死啊 我們要想辦法傳進去 你看他改變周圍的地形效果 說實在我已經忘記了 沒關係,忘記也沒關係 重來就好啦 多玩幾次 呃,這裡的貨是不是要再動啊 非光系嘛 我應該是要再動吧 這個是雷系嗎 這樣才有那個光系 這樣才有那個光系 好 被他們狂打 好啊 見實領命 來吧 北斗七星,玄機星,事不宜遲 來吧 你看變色了嘛,變色了 剛剛是光系嘛,現在變成這個雷系我們就可以踩了,他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步驟啦 你看這個非火系會死嗎,我們就只能非火系先過來啊 然後打死他之後那個誰啊,笑語剛好傳走 然後他就會變兵系啦,然後我們那個兵你就可以過來啊 那因為這個不能踩嘛 這個我走不到嘛 那我就用那個穿刺的吧 穿到這個啦,然後直接傳走 就這樣啦,你就多試幾次吧,然後我們就直接走了 好,就這樣 然後這邊就要踩一下,也是踩地板,然後造成他傷害啊 那我們就要找 就要找考驗眼力 這個吧,火系的 好像這個會電他嘛 這邊有個雷系的可以踩 這邊有光系的可以踩 這邊剛好有這個刻盤 可以電他有沒有 那我們冰裡的話 冰裡的話,只能先踩這個吧 這邊還不能踩啊 先踩這個吧 這邊有沒有雷系的啊 飛雷系 我亂踩啊 我亂踩啊 飛兵系 啊先這樣 這可以踩吧 然後 然後 這變火系了是不是 飛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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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會友要幹掉他 四會友,那我是不是走錯啦 好像走錯了 我好像走錯了 還是我要栽動誰啊 還是我要栽動誰啊 栽動我們冰裡嗎 好,我走錯了 我走錯了 唉唉唉唉 回七回七回七 好,回七回七 應該是那個 有那個木龍玄機走錯了 是這一回合嗎?我看一下喔 木龍玄機要走這裡 要走這裡,不能走這裡 因為木龍玄機待會要走這一邊 然後冰裡走這一個嘛 木龍玄機 走這一個 好 就剛剛那個 木龍玄機走錯了 反正這個東西 你就多走幾次 多試幾次 如果你有毀騎夠多的話 我沒有啦 我就一個毀騎而已 好好,這樣四回我就過了 所以那個古倫德好像沒有用喔 古倫德好像沒有什麼觸發 機關的感覺 古倫德只是個幌子而已 好 好,那就打完啦 打完了 來吧 拿完最後的碎片 對我來說啦 對我來說是最後的碎片 我拿第八章看一下 第八章鬼真 就沒有了有沒有 已經沒有了啦 就是他設計好碎片就是到第七章 但是你如果要升到六星的話 你的那個 困難要打完 所以 這個中章就是第12章 你困難要打完 這邊才會有 我已經拿完了 所以就是困難12章然後 歸增第七章 這樣你的 主角三人就可以升到六星 我來升一下吧 好,余遲量 突破 5090嘛 戰力5090 然後變絕 我們來看一下 哇,傷害20% 好,5090 多了 多了800多戰力 多了800多戰力 這個排名應該會衝到前面去吧 哇,衝到前百了耶 可見有多少人 因此兩秒衝到六星 大家都很懶是不是 好,11也可以突破一下 4468 因為我115內沒練滿嘛 下路沒練滿 4468 好,絕 哇哦 回血 兩回合觸發 一樣嘛 沒有沒有沒有多厲害 44多嘛 大概多600多 因為我這個還沒有練滿 排名應該也在前面吧 也沒有很前面 這個 4468 他還沒有寫進去啦 5256 他這個有時候不會馬上刷新 我跳出來看看 再進來看看 沒有啊,沒關係啊 那11的話 哇,也5000了耶 哇,玉獅洋是我目前戰力最高的耶 呵呵呵呵 5900 5800 我這個硬件瓶如果弄到6星的話應該可以更高啦 我這個硬件瓶暫時5星 6星的話好遙遠喔 還有180片 魔龍玄機快6星了 可是我再來想要弄那個鸚鵡血 我覺得鸚鵡血 很重要 至少要趕快弄到5星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魚獅嘛 魚獅沒有人用啦 沒有人用 好,6星 也是變絕啦 他們就從 反 卓 擠 絕 一直升上來 可以氣坑了 可以氣坑了 完成了完成了 完成了一個目標 然後這個遊戲可以氣坑了 看玩笑的啦 我還會再玩一下 雖然 台埔玩的人越來越少 看我影片的人也不多嘛 好那我就 明天來打一下金歌戰吧 九如塔金歌戰30層 我就慢慢打 因為這一關打起來都要20-30分鐘 跑不了 因為這是大關卡 就火、暗、5這樣 這三關 我就每天打一關吧 打這個也是很花時間 也是打一次而已 因為你打過以後就不能打 就沒得打 沒得打啦 就玩一次而已 你想要再玩就沒了 就是 這麼尷尬 但是我有錄遊戲 我有錄起來啦 金歌戰10層20層 我以前都有錄嘛 15層還是25層都有錄吧 我的那個影片上都找得到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我的玉石樑 大家看一下喔 戰力5900啊 這個超強的超強的 超強超強 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如果有給我 剛才有請訂閱 我會讓你走 一旦 我會不會 陳請 不放鬆 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